Hello,大家好,我是老麦,我是小夏,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其实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也是最近我和小夏有的时候吃饭啊,没事啊,带娃奸细啊,讨论的一些事情啊 就是说我们这些奋斗这么多年,就是不管是挣钱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你在这个职场这个阶梯上,Coprelator上面爬升也好啊 到底是为了什么,它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想到这个话题啊,其实也是回想过去啊 当年是从我18岁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开始 就是有我这种所谓的感觉是要奋斗下一个目标 就是更大的目标,在社会上立足 对,在社会上立足,代言后的更大的目标的时候呢 总是在追求那个更大更好的目标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的第一所大学其实并不是很理想啊 那个时候我所有的经历的目标就是想把GPA刷的越高越好 然后呢能够踏踏实实的转一个更好的大学 排名更靠前的学校 能转了这个排名更靠前的学校呢 就想说那时候的目标就是能把这个GPA再继续的刷好 然后呢顺利的毕业 同时呢能够找一份sponsor H1B的工作啊 因为我们我和小夏的这个路径可能跟大家的路径都差不多 就是大部分留学生其实都是这样子 对,留下来的留学生基本都是这样 就找一个H1B的工作 那个时候去了四大 然后觉得说H1B这件事情搞定了 然后就想说我要跳到一个更好的公司,拿到更高的薪水 然后呢这个目标达到了以后 想说我要去开始什么所谓的创业 不是创业啊 就是副业啊 副业啊,搞什么出租房啊 然后买一些什么东西啊 就是增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revenue stream啊 然后呢开始看钱了 对吧,把钱达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目标 就是一直不停不停不停的在去追求那个更大的目标 就是好像这条路一直都没有尽头啊 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奋斗的这些东西它到底是为什么呢 它到底是最后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 其实我觉得老麦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两个人后来进行了很深刻的反思的时候呢 我个人深恶痛绝的就是所谓资本家的圈套 就是我认为corporate ladder这件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给大家这个民众设定的一条路径 让你认为你是照着这个目标走的 因为像我作为一个女性就是现在比较会切身感受到的 就是我身边会有一些可能跟我同级别的女生 或者是比我级别再高一点的就会在这讨论说 如果生了孩子会不会影响升职啊 如果生了孩子会不会整个这个career就变慢了啊 然后因为会不会受到一些隐性的照顾啊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会有很多女生会有这种担忧 但其实我觉得corporate ladder这件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 既然是资本家给你设定的 其实你也是有权利跳出这个圈套的对吧 你有权利跟资本家说我不想玩你这个游戏 我受够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有两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体现出来这个资本家的规则的 那第一件呢其实就是daycare的这个开销啊 因为确实是说如果像我们两个人想维持双职工的setup的话 那你肯定小朋友就只能去送到daycare的 就是要不然或者说比如说你请nanny帮忙啊什么的 但其实这个开销是差不太多的 因为我后来也跟很多的妈妈们去了解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也认识有一些妈妈可能就是生了孩子以后 就决定先做一段的全职妈妈 我觉得可能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有身份啊 就美国人啊他们这样的人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因为他们也确实说说就daycare很贵啊 就他们觉得如果是2000多块钱的daycare的话 就是没比他们税后拿到手的工资啊要高多少 对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资本家的就是一个很很招人讨厌的地方 对吧 因为他他希望你去劳动 他是要求女性去劳动 但但同时呢就是你如果想要找人照顾你的孩子的话 其实这个开销又非常非常的高 是的 然后就是你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 才能够承担得起这种开销的 但同样的你的就是税后收入里面啊 就是直接有一大部分觉得就编程给daycare交走了 是的 第二点跟这个类似的圈套呢或者是游戏规则呢就是贷款 不管是说就是房贷车贷还是任何意义上的贷款啊就尤其像现在这个利率环境比较的高嘛 就那天我跟老麦我们两个人就是在这套比较新的房子买完了以后呢 我们去看那个amortization table 就这个事情老麦之前讲过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 如果大家自己有贷款其实都应该去关注一下就是amortization table的时候呢老麦当然就提到了一个点说哎 其实你看我们买这套房子是学区房那严格意义上来想说我们家娃就是18年以后肯定就不需要这套房子了 因为他高中读完就走了 对对对就是你为了这个公立的学区他高中读完就上大学了 那我们那个时候才看说可是你去看你的那个amortization table的话18年你可能这个房子的value一半还没还完 因为你的贷款是30年对而且因为你前面又还了很多的利息然后我们贷的时候其实利率环境已经比较高了就其实当时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震惊的事情了就是说在我不需要这套房子的时候其实我还在为他很大的一部分的价值在买单我还没有还清我还被套牢在这个里面可能有的人想说孩子上大学了我就自由了就以前不是老会这么说吗但其实你当你看你的这些真正的liability的时候你就发现就远远不止于此 除非你在那个moment把这个房子卖掉啊而且你还前提是说这个房子不贬值啊不什么的市场不振动啊没有08年的那种情况在你想卖的那个moment的时候但是说实话那是未来大家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在看透了这个资本家的套路啊游戏规则以后呢我们两个人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会感恩自己拥有的一切吧就这个里面尤其是身体健康真的是一个top priority 然后这个呢老麦有特别有发言权是的是的其实呃呃呃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啊我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得了covid在那个过程那两三周的过程中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下床就是没有办法去呃真正的去怎么说呢就是真正当做一个正常人的去生活啊啊就是每天就是躺在床上在那个时间那个时候我自己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你说呃呃 你这个人有多少钱有多少出租房有多少副业有多少什么的哪怕有youtube有多少粉丝都不重要真的都不重要什么因为你什么都干不了你只能躺在床把这个病先养好了嗯所以我觉得呃还是能得感恩自己的一切然后能够让自己觉得说你其实不管是我们在奋斗更多的目标更远的那个目标的时候其实回头看一看就是我们已经走过这些路已经是呃应该应该抱有感 人之心那最后一点呢其实也是我的一个体会啊就是在身体健康之外就是一定要学会去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让把自己当成自己欲望的一个奴隶这个所谓的欲望啊不管是在金钱上的欲望还是在权力上的欲望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呃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啊你挣多少钱算多呢你有多少套房子算多呢对吧或者是你说我爬到某一个职位去 你爬到CEO那你没爬到世界上最大公司的CEO对吧那你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东西没有止境这条路啊是是是无限的所以有的时候让我觉得我跟我自己说就是当我达到某一个数字的时候当我达到某一个生活标准的时候嗯我可能就不再会去继续的进行这个游戏了就会退出了因为我觉得没有真的是没有必要再去再再去玩这个游戏就主要也是还是回到 刚才我们说资本家的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啊就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诱惑啊比如说像其实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一个townhouse然后这个在后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讲就我们买的时候本身其实并没有想要买townhouse其实是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对半年看了半年房子最后走到这一步但其实住进来以后我们觉得其实也还好说实话就是没有一开始想到了那么多的就各种各样的可能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啊但其实我们真的在 在做financial planning的时候呢就会意识到说因为我们现在起码了这样的房子我们新背了一个贷款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再怎么怎么样然后几年才能达到一个新的比较舒服的位置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刻你可能要选择换一个更大的房子的话你可能还要再重新走一遍所有的这些对所有的这些路那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换不换房子换不换车要不要过一个所谓的标准更高的生活其实这一切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欲望嘛对吧然后 然后如果有一些事情你是可以去克服的或者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控制自己合理的管理自己的欲望吧并不是追求大房子和好车这是一个天性啊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想要过得更自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跟一些其他的天性做斗争的是的那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啊这主要也是我们这么一长时间一长段时间以来啊就我们两个人经常聊天的时候呢 有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心得和感悟吧包括这里面提到了就是我们有一些自己做financial的计划呀然后financial的这个计算的时候注意到的一些事情所以想要总结出来呢分享给大家是然后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好的那咱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咱们大家下期再见下期再见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